曾經有人說過,世界上最難去的並不是一個很遠很遠的目的地,而是一個心中嚮往的地方。 那一年,我離開了家,開始過著幽默的生活,走過了十二的城市,在路上度過了一個聖誕,兩個生日。 而這個夏天,我來到一個相信是快樂的基地,雲南大里,希望可以透過這裡的人的生活方式,找到關於快樂的秘密。 在大里,你可以找到很多來旅居的人,他們離開了那個曾經屬於自己的城市,嘗試找一個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。 開咖啡店,書室,茶石,種菜,好天上山,落雨蛇絲。 我真的很好奇,究竟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?他們以前的生活又是怎樣的? 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值得他們留下來呢? 就在蒼山的腳下,就有一間叫直趙鎮,被稱為全國最有藝術氣息的寺廟。 給二十元的功德捐獻,就可以享用一道齋飯了。 飯菜可以淫加,吃得完就可以。 唯一的要求就是善信、認真、慢吃每一道菜,西味裡的甜、酸、辣。 大理是屬於白族自治區,白族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三道茶。 第一道是苦茶,代表著年輕的時候要吃苦頭,努力去追趕目標。 第二道就是甜茶,人到中年應該是豐收的時候可以享受生活。 而第三道就是用紅糖、薑、花椒,還有其他香料泡製而成的回味茶。 也就是意味著當人老了,好好回味一生的時候,發現其實當中有甜酸苦辣白味。 一苦二甜,三回味就是這樣了。 你說昨天就包了三百多個嗎? 嗯,對。 三百多個? 就一整天嗎? 沒有,昨天包了一個巷魚。 一個巷魚啊? 這個是彈膝,這個是火腿的。 這個是鹹的。 哦! 彎的,啥也沒有。 誰也沒放? 鹹肉啊? 嗯,就是我們這邊用的火腿。 這個黃色的那個是糖? 對,彈膝。 熬成水。 因為直接放上去白糖的話,它化不了。 它口感很好,對吧? 嗯,我覺得這個好吃。 這個是我們白豬的粽子。 嗯,對吧? 你們是白豬人嗎? 對啊。 我們這邊的話,就是包我們的小吃。 我們是大地人,不是外地人。 嗯。 像我們家的小孩,他讀大學的這種,都是在昆明,還有有的去省外這種啊。 原來讀書的時候,放假就回來了。 暑假,寒假都回來了。 現在我們工作,在外面工作,週末才能回來。 我來大理之前是賣房子的。 做房地產,中介。 壓力很大,情緒也很糟糕。 後來我在路上的話,我也做一些代購。 都會賣一些當地的特產啊,一些農產品啊什麼。 哈哈,好難。 就吃完飯之後,我就在書店那裡就待著。 然後沒有太多人去打擾。 我就覺得我很自由。 以前在城市工作的話,就是特別我賣房子。 就客戶如果找你的話,你得時刻的關注著這種手機的信息。 你很怕會錯過一些客戶或者一些機會嘛。 你就沒有辦法擁有一個完整的屬於自己的時間跟空間。 我來這裡之後,我就覺得我看書的時候,我就可以很專注的幾個小時連續在那裡看。 我以前我都沒有想過,我會這麼快把一本書看完。 因為我從來沒有擁有那麼連續獨立的一個時間,去有這種體驗。 我就發現,這種感覺很好。 幸福的生活,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有一個相互相愛的伴侶。 我覺得這種人生的話,我覺得就無憾了。 在大理,一到下雨天,最多人的地方就是咖啡店了。 三個人圍在檀火旁邊,敲熱幾條紅樹。 講路上的經歷,講自己的過去。 講一些講不完的故事,直到雨停為止。 那你們為什麼會單來這裡住呢? 城市很多東西讓人想要逃避啊。 大家現在不都覺得城市裡面會比較卷吧。 就除了工作以外,可能就沒有什麼生活。 沒有自己的時間。 那你覺得幸福的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? 有穩定的工作,然後還有自己的時間。 就可以維持生活,還有有閒,有的閒。 那有閒的時候你會做什麼? 什麼都不做,都會覺得開心。 嗯,就是之前我家裡面嘛。 就我哥,他會經常跟我的朋友吐槽。 就說我每天都是睡到下午才醒。 來了這邊之後,他們問我找的工作嘛。 我說對,就像你們說的那樣。 因為我起不來,所以我就找了下午工作。 在拍我啊。 誰送的這個畫? 七百四畫的。 是股東送的嗎? 股東送的。 哪裡的股東? 四川。 不是達芬奇畫的嗎? 達芬奇,他在忙最近。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? 那你為什麼要開咖啡店啊? 因為讓所有的人長得心靈的鬼神。 音樂才是你的歸宿好嗎? 就是說你可以在本店種花種茶,放任何覺得想放的東西。 老闆告訴我,我可以在這裡種綜花,或者在這裡寫壽司。 當我開心或者不開心的時候,就有個理由可以回來家裡看一下啦。 我可能說,十年以後,你想看到自己在哪裡?做什麼? 在哪裡做什麼沒有想過。 但我希望,還是能夠不違背自己的內心。 然後,能夠感到快樂。 我不希望自己麻木。 嗯,就是希望自己能夠開心的活著。 然後,我現在的人生宗旨就是,如果我發生了意外,下一刻閉上眼睛。 那我應該閉上眼睛之前沒有後悔的事情。 沒有甜蜜的光語,只有一起走過的路。 有兩個人在不同的地方,不會是怎麼樣。 偏偏的電話裡仍然是我想的意義 滄上了海洞 你在我身邊